各區公所及臨長電動機車預算通過附加條件 第一點 臨長電動機車部分需於內政部核准後方可辦理採購 第二點 本案採購英才公開評選方式不可獨厚一家廠商 並請事先調查使用者實際需求 基隆市政府提出各區公所及臨長公務用電動機車的追加預算近3000萬元 預備購買369台電動機車 其中166台提供給各區區公所人員使用 另外的203台電動機車則是預備給臨長借用 雖然預算通過 不過臨長的部分必須等到內政部核准後才能動支預算辦理採購 有市議員就建議市政府不要獨厚領長應該把原住民等團體同樣列入 未來可以借用電動機車的範圖內 剛剛也有很多議座提到 我們的議警 我們的民房 我們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我們的許多的團體 他們也有一些公益的性質 包括我們陳明建議員他們的頭目啊 也有啊 也都需要啊 為什麼獨厚領長 我們應該是做這個辦法應該去做一個區別 公務員有公務上使用可以借用 但是非公務員如果你有公益目的 經過審查就可以使用 應該是這樣子才能完備法制的一個基礎嘛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我們把電動機車登記在區公所 領長有需要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申請更借用的一個方式 因為如果你借用這個電動機車 有的領長年事有比較高的 他不一定要起 甚至於你借用之後 你還要付這個機車的這樣的一個責任喔 如果比如說違規啦 或是你借用給另外的第三者的時候 這個責任誰要付 這個我們要考慮到這方面的這樣的一個層面 我謝謝剛剛我們陳文廷議員 為我們這些需要借用機車的部分 我們不要限制在領長這部分 有一些真的是有需要的 甚至於長照的社工 一些設計發展協會 這些幹部 剛剛也提到原住民協進會的這些幹部 頭目 政府主席跟委員這部分 也的確也在做一些市政宣導的一個工作 跟我們領長跟領長的功能也不輸上下了 這部分是不是將來我們民政處在我們這個電動機車的管理部 這部分也必須做嚴謹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